请不吝点赞 订阅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是王海玲小姐 嗨 风哥好 风哥好 你好 应该是个人叫做玉聚之后 不敢 谢谢 另外还有一位帅哥 也是跟玉聚有关系 对 张天庄先生 我是那个王姐的学弟 好 现在我们要先看看灵异卡通 嗯 这很好看 今天比较恐怖一点 嗯 那你叫阴间公车 哪一次不恐怖 好 您一卡通 嗯 阴间公车 何彦跟爸爸每天早上 都达七点五十八分的公车上学 他都达七点五十八分的公车 经过三条马路就可以看到何彦的小学了 何彦下车去上学 爸爸则继续坐公车去上班 有一天早上 何彦睡过头 爸爸已经先出门上班去了 何彦就急忙出门去追爸爸 结果还是没有赶上七点五十八分的那班公车 何彦没办法 只好等下一班公车了 五分钟以后 公车就来了 很奇怪的是 明明是上班上学的时间 公车上却很空 何彦就选了最后面的座位坐下来 何彦往旁边一看 坐的居然是上个月因为车祸而过世的伊朗 何彦现在才发现 公车上的人全都是脸色惨白 没有生气的人 原来这是一辆去阴间的公车 救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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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司机坐上没有人 方向盘自动在操作 救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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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过来 不要过来 阴天有多少人 小心 要拿一个��� advertising 如果你被幽灵所困惑 请找花子 花子与路 小朋友搭公车上学 要注意安全 你说对的是挺恐怖的 挺恐怖的 卡彤彼ği y Siin 为何彦都尽 llri 而且它都是静态的多 是不是那麼大的一種 其實卡通是公車 靈異照片跟車子也那麼一點點關係 是嗎 也是公車 摩托車 摩托車有什麼奇怪的 我不知道 我看一下 靈異照片 這是由台北的陳姓觀眾所提供的照片 拍攝的時間是今年的2月22日 拍攝的地點是台北市東區某個馬路的交叉口 根據來信指出 當時是為了台北燈會的美景拍照留念 但照片沖洗出來之後 竟然出現一個朦朧 無人騎乘 卻又像是在行駛中的機車 這會不會是重複曝光 可是曝光的話為什麼沒有人 對 這個請讓我想起一個故事 順子講 跟他師父一開始的時候 就是連高速公路開 然後或者是公路 跟同時 你看到沒有 看到 他們有一個偽視白機車 沒有輪子在空中飛 沒有輪子 對 就是一個殼子這樣飛 有沒有人子 有人 沒有輪子 沒有輪子 空中飛 那這到底怎麼回事吧 聽聽專家解釋 人類生存的三度空間裡邊 充塞著無限的靈 時常和靈魂 這張照片 這個女孩子的後邊就有出現了一個隱隱約約的機車的靈異現象 從三人的一種靈的一種感應到呢 也就是 距離應該過去曾經發生所謂的機車的一種車禍事件 那它的靈魂尚未真正的往生淨土 因此呢 它就在這個湊巧的時光隧道裡面呢 出現了一種所謂的靈魂之旅 所以顯像了這個機車 但事實上呢 這個機車上面呢 還是有所謂的靈魂 但是因為呢 在時光的一種隧道裡面 靈沒有出現 而只顯像呢 機車的靈體 那我建議呢 這個女孩子本身的話呢 七月半的時候呢 去超度所謂的一位幽靈 那這樣的話呢 就功德無量 基本上我相信這是一張相當正常的照片 這個小姐在拍照的時候 後面一台摩托車經過 而且這是一張在晚上除了現場的光線之外 也同時利用閃光燈來輔助照明的一張照片 那麼接下來問題是 為什麼這個小姐可以拍得這麼清楚 那後面這個摩托車只能夠拍下一些很模糊的影像 那最主要的原因是因為 光的強度跟距離的平方成反比 那麼也就是說 閃光燈在發光之後 它隨著距離的增加 光線會不斷的散失 而我們又必須讓光線反射回到鏡頭 以便讓底屏曝光 那這個時候光線還會再散失一遍 你只在晚上暗夜的時候 近距離的東西跟遠距離的東西 比如像這個小姐跟後面的摩托車 那麼他們反射光線的能力是相當懸殊的 即使他們來自於同一支閃光燈的照明 那麼因為這樣的情況 所以後面這個摩托車呢 它可以反射回到鏡頭上面 而且可以讓底片曝光的地方 必須是高反射率的物體 比如像白色的車殼 像這個鋁的金屬的鋼圈等等等等 因此我相信這張照片裡面 應該是在這小姐拍照的時候 後面的摩托車經過了 而且這個車上的其實 應該是穿著暗色的衣服 那麼因為這樣的情況 造成這樣的照片 那你這衣服也應該看到對不對 我這樣子解說 如果這個小姐聽到 你說就算在七月半超度 某個王魂這也沒有關係嘛 人生很奇怪 我以前住永和的時候 回去半夜下半邊 是經過一個地下道 地下道兩雙線道 在橋頭地下道的鏡頭發生一個車禍 這個白布蓋在那邊 然後散另外一個車道過去 從此之後那個疙瘩也是散 經過那個地方的時候 不敢走那一次 那走完就知道 這個人的那個印象 我沒有辦法去毀滅 心理障礙 對 對 不害怕 王小瑋今天跟我們講的是 你自己親身的經歷嗎 不是 是我一個最好的朋友 發生在他的身上 而且這個是真實的事情 因為我這個朋友就是 他也是朱鲁豪的姐姐 那麼他原來是在陸光 有劇隊 那我們是在陸戰隊 那麼他後來陸光結散了 他就到我們劇隊來了 那也是唱親衣的 親衣 他唱親衣我唱花旦 那我們就是感情非常好 就像姐妹一樣 那他後來結婚了 那還是我給他當了伴娘 那麼他結了婚生了孩子之後呢 他就離開劇隊了 那麼就到台北了 那麼後來呢 就是他家庭生活也都非常好 然後生了兩個孩子 那麼我現在講的就是他夫妻 他先生啊後來生病了 得了這個喉癌 那病了非常長的一段時間 差不多有九個多月 那是那個時候他就 他們家住在木柵 他就從每天從木柵 坐車到榮總去看他先生 這樣照顧他 但是到最後就瘦得皮包骨了 還是沒辦法 就食到癌沒辦法吃東西 就打個肚子上打個洞 往裡頭餵東西吃 這樣非常痛苦 但是熬了最後呢 還是熬不下去就走了 那我這個姐姐的 就是朱瑞雲呢 他就非常非常難過 那麼一開始的時候 這個就是剛走 這兩三天之內 他就是老到了下午的時候 就是老聞到一股就是燒紙錢啊 就是有那個紙錢的味道 其實他在家裡頭沒有燒紙 但就老是有聞到這個味道 不但他聞到 就是他家人 甚至他親戚朋友 到他家都會聞到這個味道 那因為他們夫妻感情很好 他也想說 就心裡祷告說 你不要光讓我聞到你的味道 你讓我能感覺到你啊 或者能看到你 哎 這講了沒多少 就十天 就他走了這十天 因為他這個家裡 他這個小孩子的害怕 都跟他睡在同一個房間 都不敢各自睡在自己的房間 那麼他還正在跟他兒子聊天說 他兒子不能睡了沒有 我還沒睡著 我睡不著 才講完話 哎 就突然就感覺到說 這個身上就麻麻的 就渾身就麻麻的 然後那個這個頭啊就這樣 好像有人這樣壓著他 就這樣壓著他頭 他就覺得 他就喘不過氣來似的 他就很害怕 他就感覺到 可能就是他先生 然後他就在心裡打到說 你要讓我 不要光讓我感覺到你啊 你要不你就讓我看到你 或者你托個夢 讓我能見到你 你這樣光讓我感覺到 我會很害怕的 哎 就這樣 他剛說完這個話 他就沒有看到人影 什麼都沒有看到 他蓋了兩被 就看到好像那個被子 就被人手這樣拉過來 就拉下去 好 沒兩分鐘 他就睡著了 睡著了就真的夢了他 他先生就坐著他那個床尾 就跟他講說 我病了那麼久 我很擔心你啊 你的身體那麼熬過去 因為他走了 兩個孩子全要靠他 就這樣講 他就很難過 就講完這個話 人就不見了 他夢也就醒了 他就很難過 但是因為這樣 他就會更思念他先生 每天他就跟有神經病一樣 就是早晚都給他先生 拜拜啊 燒香啊什麼的 這是他自己的事情 因為他在他女兒身上也發生 就是說有一次他女兒呢 回到家了 下午回到家的時候 就接了電話 接電話呢 是找了哥哥的 結果就聽到他媽媽屋裡問說 誰的電話 他就說是找我的 他一聽是他哥哥的 其實是找了哥哥的電話 那他哥哥問說 他聽到他哥哥講說誰的電話 他一想那是他是哥哥的 我剛以為他哥哥不在了 他就騙他說沒有是我的電話 結果就過了一會兒又來個電話 一聽是找他哥的 他剛講說是他哥哥的電話 他哥在屋裡 他就說哥哥你的電話 結果一到屋裡面去 一看根本沒有人呢 他想那剛才不是 他哥哥在問他 一聽沒有人呢 他就跟他媽媽講 他媽媽說那可能就是你爸爸 在屋裡面 因為他們現在都睡在他屋 爸爸媽媽屋裡 那還有一次也是這樣 他就到了六點多鐘 他回家了 回家也是接個電話 去找他的 然後他跟他同學聊完天 到了六點半的時候 他還叫他哥哥去 他剛接到電話就 在屋裡就問說誰的電話 因為他平常他父親就有習慣心 接了電話就問說誰的電話 什麼你記得 然後又問說誰的電話 他說找我的沒事情呢 他就奇怪了 他以為他哥在家了 就在一近屋裡面一看 還是沒有人 他這一下就更害怕 嚇得跑出去 不敢待家裡面了 但是他女兒也遇到這件事情 那就是我這個朋友 他還因為他非常思念 他的這個先生 他就在雜誌上有看到一個報導說 死去的親人的話 你想跟他溝通 在百日之內 就是你放一塊錢 這樣子立到這邊 你跟他說什麼話的話 他如果要回憶你 他可以立到那邊 那更不可能的 你像我們這樣擺 你除非拿東西他才會立得住 也沒有要卡住他那邊 對 要卡住他才會立到嘛 尤其是一塊錢很小嘛 然後他就說有這麼一個方法 那他就想說看看我能不能試一下 試試看 但是他就是在百日之後了已經 但是他不管他 還是早晚就是給先生禱告完了 說你在不在家呀 你現在有沒有在屋裡 你在的話你把他立起來 結果他就倒了 沒有 結果他也不管他 他就去上班了 等他回來 他晚上反正早晚都問 就有一天早上 那天是昏昏暗暗的 也不是大太陽 他就問說 你現在在不在家呀 你要在的話你就立一下 他一放 他自己嚇住了 就真正地立在那裡了 他一看 怎麼可能會發生這種事情呢 他真的是像那個雜誌裡面說的 他一看他嚇死了 就不太可能 我們都試過 因為我那個朋友還跟我講過 我們就是在試 你怎麼立他根本不可能立得住 對 一定會倒的 結果他晚上他就 他就跟他女兒講 他說你爸真的今天顯靈了 我立那一塊錢 他真的立起來了 他女兒就說 他媽那時候有點神志不清 覺得他媽媽好像是精神有點錯了 那更不可能的事 結果他那天 他說你不相信試試看 剛好是禮拜六 他女兒講說 剛好看完鬼話連篇之後 他還說我來試試看 看看爸爸有沒有在家 就這樣跟他打 我說爸 我現在看你現在有沒有在家 你要在家你就把一塊錢立到 你就不要倒 結果一講完他一立 就真的站在那邊了 然後他就哇就大叫了 嚇死了 然後他就趕快 他就離開那個神台那邊了 他就跑去洗澡 要怎麼樣睡覺躲在被窩裡 就想找回來一看 那個錢還立在那裡 還立在沒有倒 他嚇了就趕快把他爸倒了 只是他女兒是只有一個銅錢了 然後過了一陣子 當然我那個朋友他非常想念他先生 他就還是在試 他說他不信他只有一個不信 他就說你今天有在家嗎 他有立一個 然後說你在那邊過得好不好 你要是好的話你就立到 結果他不立就倒掉了 他說那如果不好的話你就立到 啪 又站在那個地方 就這樣一直一問一答這樣 排了十三個 十三個一塊錢這樣一排 排列整齊站在那個地方 而且沒有一個倒的 他就非常神奇 他自己看他自己都發毛了 然後以後他也不敢再試了 你有沒有把照片拍起來 沒有 他就是沒有拍照 這是我第一次聽到這個一塊錢 沒有 要試一試 我當然 有試個可能 有人在在這邊聽故事你就立 沒事沒事 沒事 休息一會 休息一會 待會來聽聽這個張先生的故事 你來要幹什麼 他就回答我 他要報仇 我還想問他說你到底要幹嘛 到底要幹嘛 他就這樣 從我們就面前一走 走過去 他過去之後後面跟著七八個人 這樣子 好聽 好聽的一個童錢 張先生 您的故事 我的故事就是 因為我從民國71年開始就住在 我們以前叫飛馬育具隊 這是屬於一個部隊裡面的營區 那我學生的時候 那個時候還是矮房子 就是木造 也不是木造 瓦造的平房 空心瓦造的 還是那種斜的 在那個時候呢 我們小時候是阿兵哥 就是睡覺的時候 就常感覺有那種事情發生 被鬼壓啦 還是有人給他鞋子拿走啦 那個事情 因為我小比較不清楚 後來一直到我高中的時候 那這時候我們大樓正好在整修 那這時候我們大樓正好在整修 就是把矮房子拆掉 蓋成大樓這樣子 然後蓋好在蓋的時候呢 就是有工兵營 那時候我們工兵營來蓋房子 那工兵營在蓋的時候 我親眼看過一次 那個工兵營有一個人 起棠 他們家就是棠機那種就對了 他們排長跟我講 總共三次 就是蓋房子的期間有三次 我看到那次就是 他在我們那個賽場 就一直抖一直抖一直抖 然後他們排長就一直壓著他 一直壓著說 你到底怎麼回事 到底怎麼回事啊 一問 又不懂得怎麼問 問那個棠機 又不知道怎麼問 一直問好久 我就站在那邊 奇怪 他到底怎麼了啦 他一問 他就說我們這個房子的鷹架沒有搭好 他當初那個地在動的時候 就衝犯到人家了 所以那個人可能故意的 讓你鷹架沒有搭好 你灌漿下去房子就會倒掉 後來排長就派人去檢查 去檢查那個大樓的鷹架 右邊側面那裡 後來查查查 真的有那個疏失啊 過人 那就拆掉 就把那半邊的那個鷹架都拆掉 拆掉再重蓋上去 然後再灌漿這樣子 這個是蓋的期間發生的事情 蓋好了 我們就是學生搬進去住 差不多79 78年的時候吧 那我進去住 差不多不到幾個月的時間 有一天晚上 那天我們是禮拜六放假 我家住台北 所以我就住校嘛 都留在學校裡面 他就跟我幾個同學啊 在房間裡面玩那個電視遊樂器啊 就我一個人一台 那我那同學 他兄弟兩個左邊一台 那我就這樣玩玩玩 欸 怎麼暫停啊 暫停我心想 因為我有兩根控制器嘛 可能我同學幫我故意按暫停 我就說欸 他叫大牛 我說大牛不要開玩笑 不要鬧好不好 他也沒回答 我就按 我又玩 欸 怎麼又暫停 這時候我就沒問 我一看 他們兩個都在玩啊 哪有空啊 對 那他也沒時間去管我啊 後來我就放著 我也不玩 我想說啊 機器當機 就壞掉了 不想玩了 然後我就跑去看看他們 就玩玩玩 一看表 正好十二點整 那我們房間蠻大的 一個大寢室四個人睡 然後很空曠 我就走出來 我們房間出來是一個走廊 二樓的走廊 晚上燈都關掉 都熄燈 很暗 廁所也沒開燈 我自己去把電燈打開 電燈打開之後就開 就男生嘛 面對牆上廁所 一上 我就傻住了 奇怪怎麼 那種感覺很奇怪 我就一站在牆那邊 頭就暈一下子 幾秒鐘的時間這樣子 就看到一個女的在我前面 可是我前面是牆啊 可是我就看得到那個走廊 暗的 我這樣看出去 比如說這個地方是暗的 看出去還是暗的 可是還是看得到一個人形嘛 我嘴巴沒有張開 我都知道我在幹嘛 可是我腦子控制不住我在幹嘛 我說奇怪怎麼這樣 我說我心裡面就問 你在 你來要幹什麼 他就回答我 他要報仇 我心裡想你報什麼仇 他說不要問那麼多 我還想問他說你到底要幹嘛 他就這樣 從我們中間一走 走過去 他過去之後 後面跟著七八個人這樣子 就這樣一直就過去了 我趕快廁所不上 我就出去 我要出去 要到走廊的時候我來探頭看一下 我心裡想我們那邊 側門口還有一個關公的像 就是一個保麗龍刻的一個立體的關公像 就是一個保麗龍刻的一個立體的關公像 我不敢跟他講那個事 就是睡啊 因為晚上沒睡好 就一直閉眼張眼閉眼閉眼張眼就對了 到天亮 我就爬不起來了 我這隻腳啊 莫名其妙 你沒幹嘛 就動不了 我就跟教同學幫我請假 我們要練功嘛 就不能起來 後來這個事情 我腳痛完了第二天 有一個同學騎腳踏車 騎騎騎騎騎 腳踩漏了 那樣也不會怎麼樣 騎腳踏車就這樣腳踩一下 他也不能走路 七二連三的好幾個 都是腳 都是同一隻腳 都同一樣 還都不是練功的時候摔的 然後還有一個是 他就走樓梯走走走 也是這樣子稍微這樣滑一下而已 也沒有撞到也沒有幹嘛 因為不能走路 一天 兩天 三天 這樣子超六天還七天 每天都一樁 每天一個 每天一個 都是男生 很奇怪 我頭前本來想說跟老師講 可是我想 我跟老師講 老師一定覺得我胡說八道這樣子 可是事實擺在眼前 這麼多人受傷 不得不講 我就跟我們一個 算也是學姐 也是老師 跟她報告 我說她叫 她是外號叫二姐 跟她講 我說二姐 我說哪一天晚上我碰到這個事情 我說這怎麼辦 我講完 女生那邊 她們本來不知道 我講完 女生那邊也傳出來說 就在那天的前一天晚上有一個同學 一個學妹 她去上廁所 出門 明明看到有人進廁所 她進去就是 反正不是同學 就是學姐學妹 她說誰在裡面啊 沒有人回答 她是看錯了 上廁所不管 這是她敘述的 她就聽到 咚咚又有那個聲音 她就好奇 又一間一間去敲 打開打開 就是沒有人 因為她不知道我的事 所以她不會覺得那麼緊 她知道這在我的前後天 她比我早一天發生 我是第二天看到 就是一講 她們就比較害怕 然後這怎麼解決呢 正好我們的那個 那時候沖元冰 那是愛冰哥 有一個 有一個比較懂這個風水的 他比較懂這個風水方面的 他就說 他說張天章 你要寫一張紙條 告訴他 其實我們互相沒有去有害就對了 我沒有害你 你也不要來害我 那我現在燒點紙錢劃你 你有什麼事情的話 就是 反正就是 我寫這張紙條給你的 你就 我們燒點紙錢給你 你就離開這裡 因為我們學生是無辜的 對 給你們安寧嘛 對 然後我們就好吧 然後我那天就 被摻啊 就社團在樓下大門口 兩個學弟就摻著我下樓 就摻著摻著我 有幾個人 對 有幾個人還比較好 我是真的動都動不了 受傷 你那麼好嗎 後來就聚敗 後來就聚敗 聚敗完了 然後我就煮聚 我就敗聚敗 我們大家賠聚 對 我們都在 因為就插箱 然後等箱燒得差不多 然後燒紙錢 燒紙錢之前 我就先燒寫好的紙條 燒去我就跟他說 我說我是看他不應該看的 可是你不要來找我就對了 然後燒燒燒完了 我就坐在那個 我們一樓有個斜坡 就坐著 然後社團就在那邊 然後燒燒他們說 學生集合 很自然的反應 學生集合 我就站起來 我就腳就不痛了 我就自己走 自己就走向前 這是很奇怪 這是我親身經驗 其他的同學有沒有 其他同學 陸陸續續 差不多兩天之內都 因為我最嚴重 而且我最快好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就是我最嚴重 然後我最快就好了 那 是不是今天 因為今天你要來 所以牽連到我右腳 蛤 你 我受傷了 讓他展示一下 這個很恐怖 有點恐怖 沒有化妝的 那會不會我等一下去祭拜祭拜 他就好 可以了 碰到打棒球 一定是 所以我們今天初一十五 我們都有燒香 有燒汁 這個我再強調一點 就是我們這塊地 當初可能是墳場 可是呢 這個鬼不一定是墳場 所以又說到我自己的事情 就是 也類似一種民間經濟的東西 就是 比如說像人家 人家那個 辦商事 最好不要去看 然後有一種說法 就是棺材在那裡 不要去叫人家的名字 對不對 怕去砍混還是怎樣 我記得 印象很深 就是 火葬場 棺材停放在那裡 我正好去接電話 旁邊共用電話 我打 喂 你叫什麼 我張天章啊 自己報我自己的名字 我是張天章 就很近喔 不到十公尺的距離這樣子 很乖 頭痛 結果那天一直痛痛 持續痛了半年多 才好 後來這件事情的時候 我有請教我姐 我姐是說 你看到其實是可以做善事 他是痴在念佛的人 對 這算是 他就說 你可以了解他的需求 反而他們自己念佛的人 還碰不到 還不知道他的需求 是 是 你覺得是可能有關聯喔 然後我說 不是唸我自己的名字 頭痛嗎 我去招騙子 我以為頭長什麼東西啊 結果呢 結果檢查報告都沒 我檢查報告都還在 正常 就是腦部正常 神經都正常 我懷疑有長東西也沒有 後來就是我未婚妻那邊 他們家人比較信這個 幫我去算命 他說有一個女鬼跟在我身邊 我在想會不會就是 這個 當初就是這個一直跟在我身上 現在跟了嗎 我不曉得 這邊躺在棺墓裡頭 那位養生的朋友 往生的朋友 對 是女生還是男性 我不知道 因為我只是去接電話 所以這個是說起來名字有時候 人家說八字不給別人知道為什麼 所以取個藝名會不錯 取個藝名 對啊 像我本來要取的名字 你知道嗎 不知道 這不是蹦渣渣嗎 對 本來要取碰大海 真的啊 後來為什麼不取啊 碰大海是中藥 是膨脹 對 這跟我今天談的名字 是有的沒點關係 對 所以這個是 以前的藥鋪在年初進貨 一定要有棚大海 那為什麼 不知道 看一下 這時藥鋪規矩很嚴 年初進貨一定要有棚大海 這位藥材在水中會膨脹 取其大發大力的意思 同時藥店送藥到病家 一定要說送補藥 否則是出病家的眉頭 有的 反正這曲的膨脹嘛 就是發財嘛 那後來為什麼 沒叫彭大海你 因為 跟中藥名字一模一樣 我知道 為什麼 因為你是個不會膨脹的人 心態不會膨脹 很好啊 感謝你 也謝謝 王小姐 謝謝王小姐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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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人看電視 繼續有什麼照片故事 好多 谢谢大家